看着面前与自己有相同颜色头发的年轻男人 名人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 水门率先开口 当第八条尾巴也长出来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在名人的意识当中 这是当初他在封印上坐下的手脚 虽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 因为他已经不想再见到九尾了 名人听得一头雾水 水门又语出惊人 但我也有点期待见到长大后的儿子 这时笼子里的九尾怒哄出声 扬言要把面前的四代目撕成碎片 可他连靠近这对父子的办法都没有 水门随口叫出名人的名字 名人不急学问 四代火影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 因为你的名字是我起的呀 刚才不是说了你是我的儿子吗 名人瞬间破防 泪水毫无预兆地流了出来 却又大笑出声 九尾还在后边大喊大叫 直接水门打了个响指 周围的环境就发生了变化 看着名人这副模样 水门立马意识到 三代目没有把当年发生的事情告诉名人 应该是想尽可能隐藏九尾的信息 毕竟如果名人是他儿子的消息暴露 会有很多危险降临到名人身上 可不等水门答应 名人就一拳打了过去 四代一脸之痛 名人却哭着质问道 为什么要把九尾封印在他身上 从小时候开始 大人们就对他冷眼相看 想要交到朋友比登天还难 所以他才一直努力不断变强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幸运的是 这一路上遇到了伊鲁卡 卡卡西 自来也几位老师 但因为九尾被小盯上 所以他才不得不加倍修行 非依旧无法阻止同伴被小伤害 说着说着 名人语色了 他现在还不知道该开心还是生气 看着师太的名人 水门不禁询问他多大了 而现在的名人已经16岁 这些年来 他不知吃了多少苦才走到今天 对此水门心里满是歉意 可作为父亲 让儿子过得这般艰难 他连道歉的脸面都没有 名人听父亲这样说 立马表示 已经无所谓了 毕竟他是四代活影的儿子 水门笑了 然后开始说起16年前的事情 他留下九尾一般的查卡拉在进行封印 是相信名人可以掌握 使用这个力量的方法 而且这是有原因的 在九尾袭击木叶的那天晚上 水门曾遭遇过很厉害的敌人 九尾并非无故暴走 而是被这个幕后黑手所操控 对方实力强大 如果没有特别的力量 很难于去抗衡 而且恐怕还会再次入戚木叶 名人这才想到 村子已经被佩恩毁了 水门却说 自己在名人体内 看到了发生的一切 包括自来也的牺牲 但当初控制九尾袭击木叶的 并不是佩恩 而是另有其人 小组织中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当时他看出了水门的全部动作 所以绝非等先之辈 水门猜测 可能连佩恩都只是被他利用的棋子 但名人不认同父亲的说法 佩恩早就对木叶怀恨在心 而且他的村子也被摧毁了 水门指出 正是因为他心里的仇恨 才会被人趁机利用 名人还是不太相信 再说对方为什么一定要盯着木叶 其实只要世界上还有忍者系统 就很难拥有和平的秩序 佩恩曾问过名人 关于和平的问题 战争发生的原因 往往是为了保护所爱之人 只要这个世界还有爱 就免不了会衍生出仇恨 忍者只是被爱恨情仇利用的工具罢了 而仇恨这种怪物 就会不断越狱出新的佩恩 自来也被佩恩所杀 但究其根本 他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秩序而死 作为一个忍者 就是要与世间的仇恨做斗争 而自来也老是将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 托付在了名人身上 可佩恩的所作所为 名人终究是无法原谅 他向父亲求助 希望能从他这里得到答案 自己到底该怎么做 但水门跟自来也一样 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归属何处 名人更加崩溃了 连你们都不知道 却要托付给我这个小孩 太任性了吧 我头脑又不好 也不是多厉害的人者 没等名人说完 水门便伸手摸了摸他的头 你的话 一定能找到那个答案 面对父亲的信任与鼓励 名人不再多说 但是他前方的路 也有了方向 水门该走了 留在意识里的查克拉即将耗尽 父子二人到了分别的关头 名人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挽留父亲 临走之前 水门将名人腹部的封印重新修复 木叶还能重建 他将一切都拜托给了名人 随即慢慢消散 看着父亲的离去 名人的眼神变得愈发坚定 另一边 天道没想到 九尾的力量竟然强大到如此地步 能够从内部打破地包贴心 他刚要着手制造更大的引力盒 九尾庞大的身躯却突兀的消失了 并经一看 就发现名人正倒立在眼球上 神情中已经不再迷茫 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自信 天道不见有些好奇 到底发生了什么 暗处的长门突然止不住的一阵咳嗽 小男关机的上前查看情况 失去了长门的控制 地包贴心开始崩塌 名人则借助石头不断跳回地面 长门已然成了强弩之末 但名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九尾暴走的缘故 名人体内的气息很是混乱 储存自然能量的影分身也早已消失 现在能使用的 就只剩自身残留的那点茶克拉 看着仙人模式的名人 长门也感到颇为棘手 本想借助地包贴心试探九尾的实力 却连对方的底线都没碰到 这时 阔宇从名人的衣服里钻了出来 他差点以为自己就要死了 名人转头发现 村子的方向竟然硝烟阵阵 估计十分担心同伴的安危 阔宇告诉名人 这是他化身九尾后造成的 名人听言惶恐不已 难道自己伤害了雏田和其他同伴 索性 他感受到了雏田的茶克拉 这才放下来 阔宇事实补充 九尾化的名人并没有给木叶造成伤亡 名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再次抬头的他已然泪流满灭 另一边 凯荒等人终于赶回了村子 正好遇见了受伤倒地的雏田 天天查看后发现并没有致命伤 但需要马上治疗 宁自紧忙着手寻找医疗忍者 见到如此场面 凯荒想起了蛤蟆文泰说的话 木叶被小袭击了 但没想到损伤竟如此严重 而小李转头发现了已经身亡的身座仙人 名人擦干眼泪 准备与天道做个了断 他不再听从天道的一代米 而是希望直接去见长门 因为他有话需要当面说 天道听言多少有点诧异 黑恩本体的存在竟已被察觉 虽然木叶的人很聪明能干 但他要说的已经说完了 事到如今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天道从之前的战斗中看出 名人的螺旋手里剑只能用两发 于是便无所顾忌地走上前去 只要名人射偏 那么赢的就是他 见天道不肯配合 名人就只能按自己的方法 来寻找本体了 两人的最终对决就此展开 天道迎面攻了过来 但名人的重点并不放在天道身上 他闪转身形折断天道手中的黑色铁棒 并顺势一脚把它踢飞出去 随后名人将黑棒刺进了自己肩膀 通过查克拉的流动 名人一瞬间就感应到了长门的位置 长门也反应过来 名人居然在用仙人模式进行反向探索 但当下只能先解决掉眼前的麻烦 名人随即召唤出两个分身 在螺旋手里剑即将成型的时候 分身再次用出了烟雾弹 借助掩护 螺旋手里剑冲破烟雾静止袭来 却被天道用神罗天针弹开 但第二发也紧随其后 同时两个影分身分别出现在天道左右 天道迅速出手将分身击溃 然后凌空躲过了螺旋手里剑 两发手里剑都没能命中目标 看来战斗结束了 可令天道意想不到的是 周围的无数碎片都变成了名人的影分身 铺天盖地的名人群起涌向了他 然而在被人海淹没的瞬间 天道的技能CD完成冷却 神罗天针蓄势发动将他们全都震退 强大的冲击扩散开来 分身们只能集体抵挡名人 与这股力量对抗 因为他的信念 是绝不能辜负负起于老师的托付 最终名人应声承受出了伤害 他立马戳出螺旋丸开支反击 天道现状也毫不慌乱 他自知螺旋丸是近身招式 这个距离足够他再次使用神罗天针 谁想名人竟利用最后两个影分身 将自己抛了过去 不等天道做出反应 罗修丸就直接轰在了他的身上 即使天道不敢相信 但败局已成事实 他的身体如同炮弹般倒飞出去 重重砸进了废墟之中 名人也身疲力竭 从空中掉落下来 至此 最后一个佩恩也终于被打倒 另一边 小英正在为橱田治疗 想到他为了名人不顾生死 小英心里备受震撼 这是阔鱼传来消息 名人自己控制住了酒尾 现在他准备同佩恩做最后的了断 凯荒随即准备带上小李前去支援 但被库渝出言制止了 现在过去只会拖累名人 我们就相信他吧 名人走到天道身边 将他体内的接收器逐个拆下 这样一来 天道就再也无法行动 看着手中的黑棒 名人想起了战斗时佩恩说的话 那番言辞直击人心 让他一度无法释怀 名人将黑棒刺进自己手掌 再次赶至长门的位置 随后他决定单独去长门会面 初田在小英的治疗下终于醒了过来 看着眼前的同伴 初田内心很是感激 扣渝再次传来好消息 名人已经达到了最后一个佩恩 但他正打算孤身去见佩恩背后的本体 众人想前往支援 却还是被扣渝拦了下来 此时 在密林中行进的名人 偶遇了搜索长门的骇一等人 虽然打败了佩恩 名人脸上却没有喜悦的表情 陆九很是关心 但现在的心情就连名人自己都说不清楚 他直言希望众人不要跟来 因为他想一个人与对方谈谈 这话让骇一吃了一惊 现在可不是谈谈就能解决的问题 名人反驳道 难道将佩恩的本体 以及敌方的村子全部打败 就能圆满解决吗 他一还是不能理解 对方可是毁灭了木叶的人 绝对不能原谅 殊不知名人的心情也是一样的 这时 陆九出生了 他决定让名人单独前去 佩恩是名人打倒的 他有资格去 他一还想说些什么 但陆九心意已决 名人说了声谢谢 便转身离开了 等名人走后 他一立马询问陆九原因 而陆九相信名人的理由也很简单 因为陆丸 对一切都感到麻烦的陆丸 竟然愿意在名人身上花心思 平时极少称赞别人的他 却对名人予以很高的认可 这让陆九也相信 在名人身上 一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再次进入仙人模式后 名人来到了一棵餐厅大树旁 这棵树从远处看起来并无异样 但近距离查看 才发现竟是用植卫装的 名人轻易就扯破了树干 这里果然是长门与小南的藏身之处 小南见状紧忙挡在长门身前 却被长门喝退 他也很想跟自己这个小师弟 面对面的聊一下 终于见到佩恩本体 名人不禁想起了被他杀死的自来翼 以及卡卡西 长门直到现在还是出言挑戏 你恨我吗 仇人就在眼前 想不仇吧 而名人心中想的一字一句 都是天道在战场上说过的话 脑子里无数个一代米在奔跑 小南似乎是害怕名人冲动 便出言相怯 杀掉长门没有任何意义 世界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不过是你的自我满足而已 名人黯然沉默 脑海里回想起父亲的嘱托 只要有忍者系统的存在 仇恨这个怪物 还会越狱出新的佩恩 无论哪个忍者 都要与这仇恨抗争 水门说的没错 这一切的根源并不是佩恩 而是越狱出佩恩的仇恨 长门在一旁煽风叠火 俨然将名人当作 他成就和平道路上的绊脚石 说话间 一根黑棒突然从长门身下的机器中射出 向名人飞掠而去 而名人则一动不动 任由黑棒扎进身体 长门还想借此控制名人的行动 谁知却反遭他体内的九尾切实 那股邪恶的力量 让长门都难以承受 这才明白 名人是故意没有避开自己的攻击 名人压抑着憎恨与杀意 他本不打算再对长门动手 如今来这里 也只是为了确认某种东西 那就是 面对仇敌时 他内心的真正想法 事实证明 他果然无法原谅长门 名人挣扎着拔出身体里的黑棒 随后愤怒地挥拳直奔长门 但临近的瞬间 自来也又在心中浮现 尊尊教会 游在耳边 即使是这样的我 也知道这忍者世界中充满了仇恨 我也想消除这仇恨 但究竟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能收你为徒 真是太好了 名人的步伐戛然而止 他说出了自来也的名言 人们真正互相理解的时代 终将到来 他是这样坚信的 当初自来也说这句话的时候 名人当成了耳旁风 直到最后 自来也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才明白那话中的深意 可长门认为 自来也太过理想主义 根本不符合这个世界的现实 而名人并不是神 他也有七情六欲 也会像现在这样产生仇恨 但名人却对自来也的话 深信不疑 这一点让长门感到奇怪 名人也有一点不明白 长门与小南 竟然曾是自来也的弟子 为什么现在会堕落至此 他们并不像 其他小组织成员那样 杀人取乐 非依旧做下这种 无法原谅的事情 名人打算听听他们的故事 然后再去追寻 老师所说的答案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这里是菜鸟动漫社 我们下期精彩再见